那做淺色唯一一個重點就是注意 就是寧願太淺也不要太深 它裡面就像是一個這樣子的杯子 就像是一個這樣的杯子裝在這裡 很輕很淡看得到就好 那這裡面呢 這邊還有一層小的 我們就可以把它位置稍微暗示一下 這裡暗示之後從光這邊照過來 你會知道一半的部分會有一點點淡藍色 所以我們把這幾片調出來 那你會看到我的線條其實下得非常的輕喔 就這種地方我們下淡藍色 那這邊沒有什麼顏色 但為什麼要表現出來 是因為它後面有那個黃色的系統 所以那黃色位置我們也要抓 黃色位置一定要抓一下 這個地方中間這裡都是黃色一次次的這樣 一根一根一根的 所以這邊的這1234的造型呢 請大家就是稍微花一點時間把它表現一下 那其他的話就是黏著原本的你的邊界線延伸下來 像這個擋在它上面 你這邊延伸下來 後面呢就會有一點點影子 它的影子 就會有屬於它的影子了 那這樣的話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擋在它這裡 所以這邊這樣下來 這邊也會有一點點它的影子 但是都非常的微弱 那大家在畫的話 可以不用做上這麼多的暗面記號 我會做上暗面記號是為了要 讓大家看比較清楚一點點 那再來其他地方也都是一樣的方式喔 那這個的話比較不一樣 這個是從這個 中間的小杯子這邊延伸出來的 好那其他的話就照著原本的線 然後像這個 這一片 挑幾個做 延伸下來後面的影子擋下來 那也不一定全部都要畫喔 好這樣一朵 那另外一朵的話也是一樣 這一朵的話它比較像碗 它比較開 大家不用畫那麼重 輕輕的就好了 好那這邊的話呢也是一樣 它大概就是 一二三 好大家可以繞一下 稍微小一點大一點 其實無所謂 好我們之前的課程講過 沒有關係的 因為你再拍一次它也不會長這樣 好那它是尖端 可能角度的關係 它是尖端比較深 好這個一樣是一半比較深 好這邊這裡都比較深一點 好我們就稍微抓一下 那這個一樣擋在上面 有沒有延伸下來 上面下面影子 好那這也是上面下面 所以這邊比較深一點 好那這邊有兩片 這一朵 這一朵的陰影比較少 好它花瓣有一點點這樣的感覺 所以這裡會產生一些陰影 就一點點很細很淡 用粉藍色做其實就可以了我覺得 好我們這邊調一點粉藍就好 那線稿部分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葉子如果還想要再顆細的話呢 一樣我們就去顧慮誰亮誰亮的問題 然後這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把花做起來 我找軟橡皮 那我把邊界順一下 我的軟橡皮 黃色跟藍色的調子呢 大家在做的時候記得要分開 好就是要等它乾 黏在一起之後顏色會混 好如果你有信心它不會混成綠色的話 我是覺得沒有意見 好來黃色 就葛黃 我現在把現在線稿好 我把那個照片取消掉 所以還是多一點 雖然說亮色要重疊的時候要少一點點 但是因為它還有一點點面積 我想要染一點點顏色變化 好所以我還是會給它多一點 那遇到我們剛剛的花瓣的邊的時候 你要把它修好 跟這裡其實是態度是一樣的 遇到這個邊 做了兩筆沾顏料 把它修精緻 這邊還有一點點 好但是它其實也不是都是這個顏色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顏色太重 你可以沖一點清水下去 好這水有點多 洗一下 那如果你是顏色太大 我們也可以點一點比較濃的黃色下去 好我們讓它局部有一點變化 你也可以等全乾之後再去洗它 好這樣子 有沒有 這邊這樣它就被包圍起來 這樣一圈包圍起來的感覺 好我們這邊再繼續喔 這裡也是一樣 你那個刺刺的 盡量不要超過剛剛那個碗的那個範圍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太深了什麼 你就自己再調一個比較淡的 局部再點深的就好 一樣遇到邊緣的地方把它修好 做了兩筆沾顏料 養成一個好習慣 好那接下來開始長一次次 調色反正要輕喔 因為這是花的 中間盡量顏色不要用到太髒的 好補水 養成一個習慣 這真的是萬用 筆尖帶水 好那顏色比較無趣一點的話 我們稍微點個濃的 因為這面積稍微大一些些 我們點個濃的 好那接下來呢 就是 藍色掉了 不過它其實也有接到一點點黃色 所以黃色你還是在這邊待命 我這裡差不多乾了嘛 沒乾我就做其他地方 粉藍色下來 顏色粉粉很可愛那個 一樣寧願太淡不要太深 錯過頭都是不好的 錯過頭你那個對比太強 後面可能還要再整理一次 因為強度會被吃掉 所以你先下水多一點 你覺得不夠的話 我們再調濃一些的下去 好這邊比較遠 所以我就先拿出去看 這個花瓣這樣要順得下來 這裡要順得下來 它影子其實有一點點漸進 離物體越近 也就是下面這一點 它是比較深 上面比較淡 你可以洗乾淨壓乾把它沾掉 或是這個地方沖一點清水 它都會弱化 有沒有這樣的話它就有一個 基本的漸層 好那其他地方也是一樣 如果也不喜歡粉藍 想要粉紫就自己加一滴滴的紅色這樣就好 好那我覺得還是再調淡一點好 我的水又沖下去了 好那這邊有一些 你就可以看一下 遇到黃色的地方你要讓 不然就先稍等一下再去畫 不要急啊 再放大一點好 因為顏色就粉藍色 大家就不太需要一直看 所以還有一片小的 但我的沒有 沒有就算喔 位置有一滴滴不一樣 我覺得也就算了 真的沒有關係 不是很重要 反正你做得很清淡 它就不會過頭 怕的是什麼 怕的是你做過頭 要順喔 這邊要順喔 這邊要順喔 然後黃色我的差不多乾了 所以我現在可以做下方了 黃色我的差不多乾了 比較濃一點 給它下去 喔這裡就綠色 之前沒做到 沒差 再來 藍色很清淡的 從邊緣這裡 帶過來 一樣都還是有水分 你看到顏色上有比較深 是因為積水的關係 好往下帶 一起乾淨壓一下 黃色 西式的黃 這樣 接起來 然後自然的在紙上混色 那下面你覺得有一點點黃色的話 那都是之後再處理的 現在半乾狀況不要動 好那這樣往下走 下面這個藍色比較少一點 也是差不多乾了 清淡的黃 這個的顏色沒有很濃 滑板的下方 激水多不代表顏色深喔 所以不確定旁邊空白處 就稍微多測試一下 這厚度下方是有陰影的 那邊是比較藍的 去處理 這邊也是 上方比較濃 然後點上去給它 清淡的先 上方比較濃 點上去 盡量維持它的尖端 這邊也是一樣 我覺得同學 從淺色化到深色會比較好處理 因為有時候深色鮮化 如果你速度是比較慢的 那在銜接的時候 可能深色乾了 淺色再下去 就變成是水痕 剩下旁邊都非常的弱 哇很淡啊 那你說寫生的時候 可不可以這樣慢慢摸 你速度比較快是可以的 所以有時候如果我們是寫生的話 那個筆觸感啊 或是一些細節 就不會這麼龜毛 上面有一點藍色 一樣做一下 然後再來看一下有沒有哪邊辣掉的 下面的地方 是偏黃色調為基準的 我們剛剛的黃色西式的 乾了還是要加水 不確定顏色測試一下 大概這麼淡就可以了 好 越接近內側越來越濃 越來越濃 邊緣造型留意一下 那這裡下方的部分也是一樣 越來越濃喔 好 那還有一些細線啊 或什麼的 可以再加工一下 或是等它乾的時候再洗 因為現在你要洗它的話 都是蠻危險的 好 那綠色 我們把它調起來 黃色有嗎 綠色沒有很鮮艷 所以660 而且那個是暗面的綠 沒有很清碎 它比較黃一點 660加黃 不確定顏色測試 老樣子差不多 對啊 之前應該要一起畫 那顏色色相是一樣的 好 它的影子順便一下 好 那在等這裡乾燥的時候呢 你可以 等這邊乾透 我們在刷裡面再疊一點點 好 那基本上這樣強度維持 所以我們後面要做的部分 就算洗啊 還有一些疊一些葉子 我都處理到綠色了 那我就會以疊葉子為主 那葉子因為我們把它簡化 而且有調整 所以不要急著說 我一定要跟照片一模一樣 這件事情 我們只是要做變化而已 那一樣的 如果在這之前 你怕看了照片描 你可能局部描 它會變形化 一樣我們先做規劃 好 像譬如說 這個荷葉裡面啊 哪一條線 你要把它做比較明顯 它有一些明顯邊界線的 你可以把它大概動線 先稍微規劃一下 這樣等一下畫起來 比較不會手忙腳亂 或是 欸 我又畫錯位子 之類的問題 那也不一定是疊 或許你可能要洗耶 說不定 好 看人啊 看人 但主要是遠看的色塊 因為我們之前講過 謝傑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沒有問題 主要是會過路描繪 那這邊有一些光影還不錯 就是要規劃一下這邊的影子 它的影子 然後積水 這邊這樣子裂開 這裡會有積水 好 水面下來 這邊會有一些 要洗的東西 好 我們先把葉整理一下 所以把畫面縮小 好 再縮小一點 好 盡量全部進來 差不多是這樣 那葉子面積比較大 你有扁筆可以用扁筆 但我還是選擇用這個 因為有尖端 可以去修造型 好 然後 葉子 我也不會想要它太深 但葉子一樣可以有顏色變化 所以如果你覺得 顏色無趣粉 還可以狗一點下來 做一個畫面的緩衝 不要全部都是同一個色系 好 那在撇的時候呢 這裡暗這裡亮 以之外來說 這裡暗一點這裡亮 但是既然只是一點 所以多一點 先下去看一下有沒有效果 好 老師沒效果 沒效果我才可以考慮 好 那我們濃一點吧 好 重疊就這樣 你不要太深 太深有時候會過頭 好 好 深一點點 然後一次還是一個面積 可以一塊一塊下來 最好是你只要帶再貼起來 看我比較藍 比較藍後的日子 我現在要讓 要把別人修好 好 我們再重結的時候 因為是筆尖帶水嘛 所以造型上我們可以調整 你可以把一些 有沒有 你可以留一些縫 葉子葉脈的那個縫 然後再點一些顏色給它 那這個就維持遠看 這個就維持遠看 好 那這樣一片下 我們再看一下其他地方 這裡跟這裡 你要水亮起來 我讓後面亮嗎 還是後面暗呢 亮的 暗的 亮的 所以它要灰一點 也不是說要多暗 就是稍微深一些些 這樣就好了 我現在水 這支筆的含水量蠻高的喔 小心你的花 好 那顏色有點無趣 就會點一些不同顏色的藍 像孤藍也可以 我上次有用到孤藍 孤藍粉藍都可以 我這邊有粉藍 所以我旁邊帶一點粉藍 做一點緩衝 應該說銜接啦 就這顏色做一點銜接 再過來我等一下也會用 好 那再來其他 這裡呢也是一樣 誰擋在上面 你要把它分出來嘛 那就看一下怎麼分 這邊亮暗亮 所以這片亮囉 那這中間這一片比較暗喔 你也可以相反過啊 我們盡量不要三個明度 都是接近的 我沒有用這片亮的原因是 如果它太順的話 這個金的部分 我就要換的是淺一點的 那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好表現 但不管怎麼讓你色塊分得出來 其實就是好畫 好不好 所以跟我不一樣 那也就沒關係 反正我課長最好講就是 這個沒關係那個也沒關係吧 我先把這一塊的灰啊 表現一下 它有這個一條一條的有沒有 留著 我們把它留著 不要太深 然後黃色我覺得可以多一點 反正老實 那你那塊顏色跟這塊顏色不一樣 也沒有關係 好 沒有關係 重點是變化 然後不要一口氣太重就好 好 好 接綠一點 因為面積變大 然後遇到這一片 我有得讓 激水吸一下 那你下手的顏色跟我不一樣 還是那句話沒有關係喔 接點清水 清水你們可以先抹 好 那這樣慢慢整理的時候 細節就會變得越來越多 但我會建議大家不要做過頭 因為我們主角是整個畫面的強度變化 不要為了看到葉子的細節 而且還瘋狂死命的家 然後 欸 怎麼好像 牆都有點被破壞 很容易會發生這種事情 很忽然一點 這邊有一些 很淡 葉子如果你單一做過頭 你就是 你應該太淡也不要太深 接上去這幾片開始 那這片也一樣 這後面的就算 太明顯我其實都不太喜歡 所以太明顯的時候 我就把它弄破壞一下 嗯 太明顯我就把它破壞一下 好 那再來這邊我就等它囉 因為旁邊沒有乾嘛 我不能動 那再來看一下影子優先 來 660 反正就後面都是局部局部慢慢調 好 我會建議大家畫一畫身體 退後遠看一下 加一點黃 稍微偏綠一點 遠看一下 你才知道你現在強度狀況 你有沒有做過頭 身體不要低下去 保持距離啊 那這種時候水多的話 你顏色都是可以變化多一點 有沒有 好 那這邊也是一樣 我們把它疊一下喔 要拿一個影子 目前好像 沒了嘛 我沒看到 好 那這邊就等它乾 再來看一下其他地方 一張畫其實要修可以修到非常久 一樣是把大方向帶完 後面就同學自己慢慢來 好 那這邊的話這一片 這個水橫的感覺 積水在上面的感覺 光這樣透過來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資料上它是哪裡亮 它是這一區右下方 這個圈圈裡面右下方比較白 可以戳起來 戳一本可以拿那個扁筆 不要拿那種尖的 拿那種扁扁造型的 這是我畫壓克力的筆 那種就是沒什麼彈性含水量的 就最好戳 然後戳完最好衛生紙壓一下 如果真的戳不起來 應該是不會啦 如果真的戳不起來 我們再考慮不透明 好不好 戳不起來再說吧 那邊有些比較深的 我們再稍微帶一點綠 那隻深一點它也沒有深很多 那就深一滴一滴而已 那積水也有厚度 所以等這邊乾燥一點 留一條細的線 細線就不能用扁筆 那是扁筆沒有筆尖 一點點給它 那旁邊也是非常弱的顏色變化 弱的顏色變化除了在重疊之外 你也可以洗它 但是因為我最亮就是它 所以我先不洗 之後要洗再說 一點點 就遠開會看起來好像沒有 很清淡的 你的鼻竹如果是很淡的 你就不用擔心說 你可能會做太深啊 或什麼 或看起來做起來會很雞花 那樣子 都不用擔心 你可以留一點葉脈 啊有點留的不一樣就算 再來 好那裡面更深的就 之後再說 從這種東西我會 真的就是寧願太淡 都不敢太深 太深 太深真的會爆掉 那裡面的有一些紋路 你就可以時鐘是稍微來一點 我不會把它做很明顯 就是我知道有那些 脆脆的小點點 但是它有必要對比 一定要那麼強嗎 應該是不用的嘛 對不對 好那這裡一樣有一些陰影 這個要深一點 但這邊有一些陰影 我們就把它模仿起來 所以位置不一樣 也是一樣那句話 算了 算了 這邊也是陰影 有沒有我疊在它的上面 雖然它看起來不是長那樣 沒差 好把影子都追加一下 加上影子會讓它再更合理一點 這邊這個還沒乾 所以不能動 那我們來調金的顏色 金的顏色沒什麼好說 紅棕色 紅紫色 紅紫色 最好用的那個顏色 把影子再調一下 因為我們底下顏色已經比較灰了 所以我們只要暗色的時候 記得再調濃一點就好了 暗面顏色也稍微加一點 660 先薄薄的 淡一點的 做這個金的 右側 一樣遇到花瓣 要留起來 好 這個當作中段點 來藍色 660加下來 深一點 直接接起來 好 水不用那麼多 足夠混色就好 足夠混色就好 有明顯積水吸一下 好 另外下面的部分 一樣抵造半裏 淡一點的 紅棕色 做右邊 好 660的 接過去 再往下 好這樣它就直接有一個厚度了 那這樣就是裡面還有一些積水啊 顏色變化啊 660粉蘭啊 這些都可以 再加工 或是黑色都可以再加工 好 至少我們強度目前是完成到這個樣子 那水面旁邊要注意什麼呢 因為水會有表面張力 所以你旁邊是可以把它稍微搓洗一下 因為這邊顏色很深 你稍微沾一下 應該就會有一點微微的量 把它放大 那這樣不要瞄得很完整 這支筆真的保鮮 有比較 邊緣造型比較漂亮的扁筆 你用扁筆 那支筆 筆尖保� 好張力會讓它鼓起來 鼓起來的話 邊緣就會突突的 它就會有光澤 好張力會讓它鼓起來 鼓起來的話 邊緣就會突突的 它就會有光澤 好這個 我們把它表現起來 那如果戳不開 我們就考慮那個 不透明 下面這支應該也有 好戳不開我們就考慮不透明 那這裡面我會疊一些黑 然後它強度再完成一點點 就是如果你濃度不夠 但是 我會比較不希望大家疊 就是怕 就這樣疊過頭 花的附近 一樣要選有筆尖的 因為你遇到邊緣輪廓的時候 你都還是要把它表現好 從膠眼區這一帶做起 不要從邊邊 邊邊你一旦做太深 全部都要壓到一樣深 它才會有那個穩定度 或者是整體感 這裡面可以多一點曲線 等一下我調一下 水不要太多 有點濕度就可以動手 但前提是你顏色都先調好了 我們在要動手的地方 抹一點水 然後你再去染 譬如你之前可能有些種色 你不太滿意的 我們這個時候也可以做 它至少邊緣會是蒙開來的 這就看人 看你喜歡哪一種比較多 甚至你覺得 欸老師我之前裡面有些顏色 我染的不太夠 我可不可以在這一層再繼續呢 當然都可以喔 就是模仿裡面睡不垃圾的那些東西 會不知道這什麼 若葉啊 一堆一堆的葉子 可以豐富化它 那綠色我們再來用一下 隨便混個綠 有沒有 你還可以再把它丟下去 但我不喜歡這麼完整的邊 破壞破壞 再破壞 然後戳開一些些 那你看 就這樣細節其實就慢慢的 帶起來了 有沒有 這樣這邊的細節 其他地方就從這樣的方向慢慢去延伸 好 再洗一些 這邊我還沒乾透 這裡還沒乾透 去處理旁邊 亮面重疊都不要過頭啦 沒有嫩綠色就黃色加藍色 上次有交過 筆都不是很大隻 小小的 留一點葉脈有沒有 那留不起來 就用洗的 洗完之後可以稍微壓一下 它會更涼 後面就是反覆整理 這個會很花時間 你花到一個月我覺得都算很正常 這個要點 這片面積比較大 這個要整理一下 那一大塊你覺得它顏色沒有變化 看你是固然還是粉藍 隨便啦 混一點 不過這樣疊起來其實影子應該會更明顯 沒關係都可以再整理 誰疊誰 我想要它比較 花瓣比較亮 那我就這片加深一點點 同學都記得喔 一點點 不要過頭 反正我就有了沒有的顏色 就會給它抖狗一點這樣 之前顏色亂買 綠色很多都用不到 所以你把它消掉 當它比較深 這個白色效果也會出得來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強度看起來 有點點沒有分 你可以把花瓣附近的葉子疊深一點 但是它是一個面積 你還是要做一些想像 它是一個空間延伸出來的 輕輕淡淡的疊 太過完整了 我不喜歡 破壞一下 亮的暗的 亮的 可以疊暗的 再綠一點 不要一口氣太綠 因為我整體色調偏黃 所以如果一口氣出現太綠 它會有點突兀 這邊很完整的都破一下 大概就是都慢慢看 慢慢加 壞的話還是要身體退後緣看一下 好 避免坐過頭 好 那就帶到這個地方 我要去盯你們的作作業了 大家掰掰